很高兴能为您制定西藏自驾游的旅行规划 根据您所提供的预算和时间 我为您列出了以下的旅行路线 第一,从河南出发 前往重庆,预计行驶路程1000公里 您可以选择在途中的高速服务区或是旅游城市歇息 用晚餐和住宿 住宿推荐,重庆宾馆 润都大酒店等标准间单间价格100元左右 晚餐20元每顿 第二,早餐后出发 前往成都 抵达后您可以游览成都市内景点如景里 宽窄巷子等晚上品尝火锅 住宿推荐,成都迈克尔阳光大酒店标准间 单间价格150元左右 晚餐100元每人 第三,从成都出发 继续驾车前往西藏到达雅安 住宿推荐,雅安市中心酒店标准间 单间价格120元左右 晚餐50元每人 第四,早上由雅安出发 前往康定 沿途欣赏雪山,高原草店 住宿推荐,康定市中心酒店标准间 单间价格150元左右 晚餐100元每人 第五,从康定出发 前往稻城 游览美丽的稻城亚丁和红圆等景点 住宿推荐,稻城镇中心酒店标准间 单间价格200元左右 晚餐100元每人 第六,稻城活动自由安排一天 您可以继续游览周边景点或是自由活动 体验当地的美食和民俗文化 住宿推荐,稻城镇中心酒店 A7,从稻城出发 前往拉萨,途经美丽的色达 它是中国四大藏传佛教州的之一 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住宿推荐,拉萨市中心酒店 标准间,单间价格200元左右 晚餐100元每人 A8,在拉萨活动自由安排一整天 您可以在布达拉宫 大昭寺,小昭寺等景点中游览 了解西藏式建筑以及佛教信仰 住宿推荐,拉萨市中心酒店 D9,从拉萨出发 前往纳木措,这是一个神秘的湖泊 也是世界海拔最高的淡水湖 住宿推荐,纳木措景区内酒店 标准间,单间价格200元左右 晚餐100元每人 D10,早上在纳木措湖畔欣赏美景后 驱车前往西藏的另一个著名景点 珠峰大本营 住宿推荐,珠峰大本营 周边帐篷住宿 标准帐篷价格100元每晚 晚餐50元每人 D11,早晨欣赏日出 晚上欣赏星空 体验高原清晨的无限宁静 后返回拉萨 住宿推荐,拉萨市中心酒店 D12,一路欣赏美景 返回成都 结束西藏自驾游 住宿推荐,成都市中心酒店 施宿推荐,成都市中心酒店